香港著名演员欧阳振华最近发了两条微博是关于中国大陆地区的日本人学校的事情 那今天我就跟大家讲讲上海这边日本人学校的一个情况 其实上海这边有很多国际学校 因为很多人他们不走高潮路线 所以他们就必须得进入到国际学校里面 那上海这边国际学校大概分两大类 第一大类就是主要以中国户籍为主的国际学校 第二大类就是以外国户籍的 那中国户籍为主的它又分三小类 第一小类在上海就是纯上海户籍 第二是纯外地户籍 第三个又是杂的 就是什么户籍都可以 这是中国人的国际学校 那第二类就是外国人的国际学校 外国人国际学校又分两大类 第一大类就是按国家分 因为有些国家它可能人比较多对吧 比如说有上海美国人国际学校 日本人国际学校 德国人国际学校等等 那另外一种就是不按国家分 按出国体系分 比如说有些人是去英语去国家出国留学 有些人去其他国家 那就可能就是很多国家的人都在这个学校里面 就比较杂 日本人国际学校显然是第一类对吧 我在想为什么会存在 日本人国际学校呢 第一可能原因就是说在上海 可能日本户籍的人会比较多 可能有比较大量的这样需求 所以他会挤出这部分人 考虑他们的特殊情况 可能会单独建立这样一个国际学校 然后日本人国际学校 它可能又存在一个特殊性 因为日本它主要是说日语为第一语言嘛 所以他们在这个国际学校里面 可能更多是日语化教学 或者是日本的一些教学体系 那如果有些日本户籍 他不是去日本的 他也没有必要去日本人学校 他可以去其他的国际学校里面 去读也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推测日本人国际学校 应该主要是针对回到日本本地 或者是去日本留学为主的 这一部分学生 那日本人学校就是存在 存日本人或者孩子是日本户籍 但是父母不一定完全是 日本户籍的这部分人 所以也不是完全所谓的说 只有纯日本人才能进入这个学校 然后再提一点就是欧阳正华 在他的第二篇微博里面提到说 这些日本人学校是不允许人靠近的 这个就是我有点质疑的 他后面还补充了说 他这所有的资料是从网络平台里面得出来的 他让大家自己去思考 我就觉得有点挑适了 因为就我在上海的很多国际学校 他靠近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什么叫靠近 就是你看站在他的墙角边 或者是你往他这边路过了 我觉得这叫靠近对吧 但是你进入肯定是不行的 因为现在很多学生 学校他进去的话是要预约 也要有各种门槛的对吧 你不可能让你进去 为了保障人家的正常教学或者安全的 怎么可能随便让人进去呢 对吧 所以如果靠近都不能靠近 那我希望他就是能够指出来 他在哪里看到的 到底为什么说不能靠近 那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要治理的 至少在上海我是没有接触到的 如果全国哪个地方有 我觉得这是要重点关注的 那就真的需要大家的力量 把这个学校给挖清楚 为什么他们凭什么有这样的胆量 去做这件事情 好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不知道有没有讲清楚 因为我是边想边说的 反正欢迎大家多多留言 然后大家有什么关于其他的一些问题 我知道的 我也希望跟大家探讨 探讨 注意是探讨 因为我不是科普 我只能把我的认知分享给大家 好我是雨晨 关注我们下个视频点 拜拜